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喝酒很伤肝,它可能会导致脂肪肝 严重的还会诱发肝癌 但是如果起床后的这三个习惯 对肝脏的损伤可能比喝酒还要严重 第一呢,就是早上起床后 酷爱吃高油脂的早餐 俗话说得好,一日之际在于城 很多人都很重视早餐 希望早餐能吃好 早餐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豆浆,油条,油饼,肉包子,豆腐脑 这种油酥烤饼等等食物 那除了饮品脂肪含量低一点之外 几乎主食都属于高脂肪早餐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 大量的脂肪堆积在肝细胞之内 当它无法利用 在肝脏内储存越来越多 就会诱发脂肪肝的发生风险 尤其是已经有肥胖症的人 发生脂肪肝的概率将会增加到 60-80%以上 所以我们建议远离 主食加油脂的品类 那第二呢 早上起床后 经常吃有食品安全问题的食物 那老一辈人都有着太过于节约的精神 看到冰箱里有发霉发毛的食物 都可能会采取 去掉坏的部分 吃好的地方 但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呢 一旦主食出现发霉发毛 比如玉米 米饭 面包等等最有可能感染黄曲霉毒素 它可能是诱发肝癌最危险的因素 如果长期的大量接触 危害不比酒精要差 达到一定剂量的时候 还容易影响人的生命 第三呢就是早上起床之后不喝水 那水是生命之源 特别是在早上起床之后 血液正处于粘稠的状态 肝脏呢又是负责清晨代谢的脏器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吃哪种食物 都无异于增加肝脏的负担 工作再忙 也希望大家每天早上 给自己准备一杯水 喝下去唤醒机体 才能更好地运作 它是养肝的冠军 如果常喝的话 肝好精神也好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